這裡是古巴最受到外國觀光客 青睞的度假天堂 有人說這裡最不像古巴 但是卻是古巴最像天堂的地方 在這個地方有幾十家的飯店 而且都是高檔飯店 巴爾德羅座落在伊卡克斯半島 介於卡爾德納斯灣和佛羅里達海峽之間 半島最寬處只有1.2公里寬 每年約有50多萬名 主要來自歐洲 拉丁美洲和加拿大的遊客 飯店臨地成為古巴最受歡迎的度假生地 來到這裡你會看到是綿延了 超過21公里的白沙 而來到這裡你往海邊裡面走100公尺 據說這水深還是極腰 雖然這稱之為是一個巨型的游泳池 甚至還有人形容它 說這裡是古巴的邁阿密 而上帝在這彷彿也發揮了它的藝術天分 層次分明地把海水由淺到深 各式各樣的藍全市的捷徑通透 沒錯這就是加勒比海最大的魅力 據說呢有三分之一來到古巴的遊客 都會選擇把大多數的時間全部留在這 就可以知道這裡究竟有多受歡迎 而且這裡永不缺席的就是觀光客 雞尾酒還有比基尼 多次上訪全球十大最美沙灘的巴拉德羅 除了二十幾公里長的白沙灘 還有迷根的浮潛順地 也能搭乘帆船出海 上到小島放風 悠哉度過一整天 我們現在來到這地方呢 就是海明威的故居 說到這間老房子啊 它歷史悠久 它最早是建於1886年 那個時候是由西班牙設計師所建成的 那這跟海明威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其實當初呢 他在1928年的時候 他第一次來到古巴 從此呢 他愛上了古巴 他常常來到這裡旅行 甚至呢 他在1939年到1960年 這段二十年的期間 他都選擇定居在古巴 他有許多相當有名的著作 都是在這裡完成 出生於美國的海明威 是二十世紀著名的小書家之一 在美國生活期間 曾遇記者 曾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戰爭結束後 開始他的寫作生涯 陸續出版多部 快智人口打動人心的小說 其中包括1952年出版 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肯定的老人於海 海面的故居叫做瞭望山莊 在房子周圍呢 逛了一圈 你會發覺呢 這房子有幾個特點 它東 南 西 北 通風 非常的良好 從這一段 你絕對可以穿透到另外一段 除此之外 他隔間呢 都非常非常的寬闊 包括剛剛經過他的書房 你會發覺海明威 他是一個很喜歡念書的人 據說這裡頭藏書超過9000本 另外呢 他還有一個嗜好 他很喜歡打獵 他是一個非常厲害的獵人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整間屋子裡面 掛滿了木頭 或者是牛頭 全部都是他親自打獵打來的 我們現在走進呢 是在兩陽山莊後面的花園 那這裡呢 我們可以看到停了一艘船 這艘船呢 船上上面呢 寫了幾個英文字母 就是Pillar 那Pillar就是海明威他自己的小船 那說到海明威呢 他生平很喜歡創作 除了寫作以外的時間 或許他就會進到城裡面 去喝喝他最喜歡的雞尾酒 另外呢 他還有一樣的序號 就是搭著他的小船出海去釣魚 據說就是因為 他有許多出海釣魚的經驗 所以他寫了一部老人陰海 然後呢 這鏡頭往下移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呢 在地面上有四個墳 那這墳呢 就是他生平最喜歡的四隻小狗 海明威在1960年 離開古巴回到美國 並在隔年自殺 結束其62年生命 仲奇醫生有三分之一的時間 定居在古巴 稱自己為普通的古巴人 不只經常駕著船出海探險 足跡更是遍布古巴 像是... 來 來 來 去 來 吃 來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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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二個目的就是 韓明威的名字 這個大叔呢 他一樣坐在這個位置 坐了很久的時間了 那為什麼他會坐在這兒 你知道嗎 因為這家店他常來造訪 而且他的固定 大致上就坐在這個位置上 那據說他來到這邊 一次可以喝掉十幾杯 Dagri名稱的由來 有一說是源自古巴東岸的 一個同名小鎮 回十九世紀末 美國採礦工程師 喜愛喝的一款飄酒 在萊姆酒中加入砂糖 萊姆及碎冰製作而成 而後更因海明威的青睞 而聲明大造 成為造訪古巴必償的飲品之一 這裡是莫磊城堡 對面是聖沙爾瓦多城堡 在我的正前方那裡 還有一個卡羅斯城堡 在1519年的時候 西班牙人來到哈瓦那 他建造這樣的城市 由於他在整個加勒比海 他算是地理位置非常的優越 於是當時呢 西班牙把它打造成是一個貿易中心 貿易中心成立之後 經濟起飛 引起了其他獵牆 或者是海盜的陣魚 有見於此呢 西班牙人擔心海盜來犯 於是就建了兩個城堡 第一座城堡就是在我背後的莫瓦城堡 那在它的對面也建造了一個聖沙爾瓦多城堡 據說兩個城堡之間可以串起一條長達250公尺的鎖链 就是可以有效的防範海盜或外來勢力船隻的入侵 也確實呢 相安無事了一陣子 但是呢 英國工業革命之後呢 他們的軍力茁壯 他們呢 再一次進軍來犯哈瓦納 而當時呢 他們攻了將近四十天 始終沒有辦法從水路來攻破這個城堡 當然啦 他們也很聰明 他們決定用路路的方式 果然上岸之後 兵力呢 勢如破竹 他攻破了城堡 那在當時呢 西班牙人他們在這邊已經建造好長的一段時間 他們捨不得這座城市拱手讓人 於是拿了弗洛里達跟英國贖回了哈瓦納 那他也擔心說啊 這英國或者其他勢力再一次來犯 於是呢 在我的正前方 他又建造了另外一座城堡 也就是卡羅斯城堡 帕瓦納有四個主要的城堡 從五百年前興建第一座開始 便是為了抵禦外敵而建 而後反覆地被破壞、修復 而今成為帕瓦納重要地標 屢立在峽灣上 訴說著過往種種 其中最後建造的卡洛斯城堡 一直到京劇都還維持著一向傳統 開始 開始 今天晚上在卡洛斯城堡呢 有一場秀 白天的時候我們瞭解就是這幾座城堡 他建造以及他為什麼要建這些城堡的一些由來 而晚上來到這場秀最主要就是要讓大家看一看 這過去如何發炮的過程 超做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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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拿去吧! 整個過程非常精彩 而且有許多細節非常的講究 我承認在這個砲一聲轟了這樣子一聲巨響之後呢 內心震了一下 嚇了一大跳 不過呢也真的是去震撼到並且了解 過去他們在操作這個砲台的一個過程 我覺得蠻有趣的 非常棒 進到舊城區 這裡一共有四大廣場 現在來到這諾大的空間是其中一個 它被稱為是舊城廣場 有人說它是舊廣場 雖然名為舊廣場 但是相較於另外兩個像是軍事廣場 或者是生放機廣場來說 它是鑒於1559年 落成時間呢是稍稍晚了一些 有別於其他的廣場的用途呢 第一個它並不是宗教用途 它也不是軍事用途 甚至它也不是金融經濟方便的用途 反倒有人說它是庶民的一個廣場 是屬於老百姓的 而這一代過去呢 四周圍也住了很多貴族 不過很可惜它一度沒落 甚至還被改建為停車場 直到呢在1982年的時候 整個哈馬那這座城市 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在1990年代 當地政府積極要拓展觀光 於是在那個時候它重新整建 所以呢 我們現在所看到這廣場的樣貌 完完全全就是壞男型的樣貌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廣場呢 叫聖方基廣場 為什麼叫聖方基廣場 顧名思義 其實就是因為在我背頭這棟聖方基教堂 這個廣場早期叫做商業廣場 為什麼叫商業廣場 我們先說說它的地理位置好了 由於呢 這個廣場它緊鄰著哈馬那港口 在16世紀的時候 在殖民時期 有很多大型的商船 會經過西印度巡島到西班牙 途中呢 它就會停靠在港口 在這邊卸貨 知道呢 19世紀啊 它始終就是哈馬那這座城市 它的一個經濟中心 非常重要 我們現在來到另外一個廣場 在這個諾大的空間裡呢 就是啊 這廣場的所在地 這裡是哪個廣場呢 這是軍事廣場 說到軍事廣場 是四大廣場的歷史最悠久的 它是建於1519年 不明思議 軍事用途 早期這政府呢 運用這樣的空間 來進行軍事演習 在我背後 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建築 這座建築呢 其實是座城堡 它是西班牙人來到這邊建的 第一座堡壘 這堡壘的後方呢 我們可以看到 座落的是一個瞭望台 最主要就是早期這裡 一帶有很多很多的海盜 海盜非常猖獗 於是設立了這樣一個廖望台 來預防海盜的這個侵擾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呢 它有一尊女神像 就矗立在這個高塔的上端 那這女神是誰呢 她是當地的一個女孩子 這女孩子呢 嫁了給了這當地人 而且她老公呢 是當地的一位官員 後來她出外 到佛羅里達的方向去工作了 但沒想到呢 這一工作 她就沒有回到這裡了 而這個女神呢 她每天都上了這瞭望台 去看看她先生 到底回來的沒有 那由於呢 她堅針了守候的精神呢 感動了當地人 而後她也對當地 做出了許多的貢獻 因此呢 為了紀念她 就是在這個高塔上 立了她的一個塑像 並且以女神之詞 展現在世人的眼前 那包括當地 有一個非常知名的 藍幕組的品牌 就是以她的形象 作為她的LOGO 現在來到這個地方呢 是教堂廣場 那為什麼叫教堂廣場 後面呢我們可以看到 有一座大教堂 因此呢 而得名 那說到這個廣場的前身呢 其實她過去是一塊小澤地 後來呢 這政府啊 就將這裡開闢成 這池塘 那最主要就是要解決 當地居民 他們的民生用水 到17世紀的時候呢 才將啊 池塘給填平 並且呢 蓋了這座泡納道教堂 它也是啊 美洲最悠久的教堂之一 同時它的規模也是古巴之最 俗話說 外行人看熱鬧 內行人看不到 哈瓦那教堂 另有看頭之處 是不對稱的鐘樓 及大量使用珊瑚作為建材 仔細端倪 或可發現石牆中 藏有海中生物化石 漫步在1519年建成的哈瓦那 不只四大廣場 隨意一個轉角 都有著豬德玩味的故事 在廣場裡旁 我們可以看到有兩棟特別醒目的建築 這建築呢 是巴洛克市風格 在我背後的這一棟 是西班牙第一任的統治者 他的釜底 特別是喔 我們看看下方的地板 一般來說 這全部都是用石頭鋪設而成的道路 唯獨釜底的前方 這裡是用木質地板來鋪設 為什麼這地方要用木質地板來鋪設呢 據說當時呢 這第一位統治者 他老婆 他有睡午覺的習慣 那他睡覺呢 是不太容易入眠啦 當時呢 因為這一旁全部的主要幹道 他來來往往有很多的馬車 馬蹄敲打在這石頭上面的聲音 格外悅耳 格外的響亮 因此呢 常常會驚擾到統治者老婆 於是呢 鄰近一棟 他把前面這全部鋪設成木質地板 那麼馬經過的時候 會減釘他的音量 那樣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旁的建築呢 跟這棟建築 他如出一側 這是誰住的呢 這就是西班牙第二任的統治者 他所居住的關底 特別的是呢 在這石柱的下方 有一圈一圈的小石子 箱前在裡面 那為什麼箱前在這裡頭呢 最主要 當時呢 建造這些大樓的 都是一些努力 在建造過程 時常發生不幸的一些公安意外 所以呢 一位罹難者 他們就會安上一塊小石頭 來紀念他們 來到古巴 有樣果影 肯定要來嘗一嘗 究竟是什麼呢 摩尼頭 沒錯 就是這杯神奇的飲品 說到摩尼頭呢 可以說是啊 古巴這裡的果影 非常受到歡迎 不過呢 在此之前 還是要提提觀眾朋友 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而且呢 這酒喝多了 對身體有害 為什麼要說這一場算呢 因為其實它是含酒精的飲料 簡單來說 它是個調酒 它用什麼樣的東西來調它呢 別急 我們先嘗一口看看 感覺 還不賴 首先呢 拿在手上 第一個會聞到的是什麼樣的味道 你會聞到的就是 薄荷的味道 沒錯 薄荷的味道非常的詳細 那基本上呢 它調酒 它的雞酒呢 最主要是以萊姆酒為主 並且呢 加入了一些些的檸檬 加入一些薄荷 並且呢 還加入一些蘇打水 最特別的是呢 剛剛吸了一口之後呢 你會發覺 有顆粒 這顆粒是什麼呢 其實是白砂糖 而在傳統製作某一頭呢 或許有些人 它的甜味會來自於甘蔗汁 但是它這裡用的是白砂糖 那最主要加這個薄荷 又加這個檸檬 就是要來綜合萊姆酒 它的烈性 可以說呢 這是一杯啊 相輔相成的飲品 其實說真的還滿好喝的 我們現在呢 來到這家店呢 在當地非常受到歡迎 看看這四周圍 全部都是人 為什麼那麼受到歡迎 為什麼它是人性名店 最主要呢 就是啊 美國作家海明威 他曾經造訪過這 而且呢 他留下了一句話 他說什麼呢 他說 他的摩基頭就在這家店 而摩基頭也是他的最愛 如果要從萊姆酒為基調的調酒之中 選出最有名的一款調酒 說摩基頭是第二 大概難找第一了 這款調酒在古巴更是隨處可見 酒吧裡 餐館中 街邊 甚至自家餐桌 都可見到它的身影 據歷史記載 摩基頭配方最早來自西班牙海道 之後傳於古巴 而成為古巴的特色象徵之一 夜幕低垂 古巴人的夜生活正要展開 音樂從餐酒館裡流洩而出 熱情的舞在餐酒館裡上演 音樂與雨 結束了我在古巴的第一天 大家早 出了飯店呢 今天要來進行一項非常棒的體驗 而這項體驗是來到 哈瓦那必做清單之一 就是我們要搭古董車 說要搭這個古董車呢 我相信啊 跟賽車有關呢 我們就會聯想到一部電影 沒錯 這部電影就是玩命關頭 而我們今天要直擊他們的拍攝場景 不過呢 要搭古董車呢 有幾個規矩 第一個呢 你不能自己去開古董車 再來就是你連開門 都必須要由老司機他們來幫忙 正想請老司機幫忙時 另一車有了突發狀況 你需要幫忙嗎 非常酷 其實看到古董車還是非常興奮 那其實呢這裡啊 可以看到有很多老車 那古巴人 他們其實對於車 各個都可以說是專家 因為快了他們得要自己想辦法把它修到好 那所以我們現在呢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要扯壞掉 那可以看到呢 這司機們呢 他們正用他們非常專業的知識 來解決我們現在的面前 所看到的所有的問題 相信阿葵 他一樣會斥鎮在公路上 非常期待 好厲害 好厲害 這太厲害了 剛剛說著說著 沒想到 五三分鐘就解決所有的問題 一馬上走 走 好 OK Let's go 第一次 第一次來古巴 第一次搭這種古董車 絕對是一個很棒的經驗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到美國六十六公路 有很多這種老車 但是呢 這種老車 它只會出現在一個地方 就是博物館 對 你沒有機會去碰 然後也沒機會去坐 但是在古巴 就所有的夢想 你都可以完成 親密接觸 對 親密接觸 哇 雖然這是一個古董車 它看起來確實 也是一部非常老的車 但是呢 說起來就是不一樣 而且穿梭在這種西班牙居民的 許多的建築物 真的非常有特色 重點是呢 我相信待會肯定有非常漂亮的大車 那跟觀眾朋友稍微澄清一下 不是我不用安全帶 而是呢 這輛古董車上 它本身就沒有安全帶 不過沒關係 因為這司機非常有經驗 所以我們會小心開車 那其實我覺得很好玩 你發覺所有的遊客 他們都會選擇來坐這個古董車 那由於這古董車呢 它是敞紅的 所以呢 你可以很輕易的 從乘客的臉上 去發現到喜悅的表情 幾乎每一個上車的人 都是非常興奮的 興奮到感覺上 整個人都要跳出來了 哇 這很漂亮 這座是那個國會大小 金頂的喔 哇 很氣派 很壯觀 很漂亮 沒有看到這老房的時候 我覺得它還是充滿無限的可能 稍微再改裝一下 說不定就是會一個 很有味道的飯店 或者是很有味道的餐廳 對 其實這裡還有很多地方 是等待來開發的 當時的建築都是調高 這種房子住起來 都非常的舒服 對 第一天徒步走 和舊城區萬種公勤 來到哈瓦那第二天 約上老司機 搭上富有歷史 蓋有歲月刻痕的古董車 沿著普拉多大道往北走 來到全長八公里 最著名的馬雷貢濱海大道 可以看到嗎 最後一旁就是加勒比海 那其實呢 這些老的古董車司機們 都是非常愛護他 因為早期呢 就是 古巴嘛 遭到美國的封鎖 所以呢 即使車子壞掉 他們沒辦法去獲取 一些零件來修 所以所有零件 都必須由他們自己親手 來製作 從無到有 那可以說 每個司機 他們各個都是非常棒的計時 好嗎 好 好 出發前壞了一次 現在呢 我們停在旁邊呢 他又壞了另外一次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剛剛有跟觀眾朋友分享 其實這些司機呢 他們都是很棒的計時 相信絕對沒有問題 那現在來到這個地方很特別 因為這裡就是玩命關頭 電影拍攝的場景之一 當時呢 這裡聚集了非常多的人 然後圍觀要來看這場賽車 身處在這個電影場景裡面 其實這種感覺真的是非常美妙 沒想到 我會來到古巴 而且呢 是搭著 不動車而來 電影玩命關頭 號稱是美國史上第一部 在古巴拍攝的好萊塢大片 接連韓劇也來到古巴取景 劇中皆有著開古董車 在街上晃的元素 一般而言搭古董車 由哈瓦納基本行程 依據兩小時不等 一輛車可搭四至五人 一小時約三十至四十CUC 它排檔桿很可愛喔 還有一個美女圖 其實坐這個古董車我覺得很好玩 那剛剛仔細的就是看一下這個司機 它操作這個古董車 覺得挺新鮮感的 第一個它當然是手拍的 另外呢就是啊 一般來說 我們這喇叭都是在方向盤上 但是呢 它是在下方旁邊有一個按鈕 他們按喇叭我發覺都是滿客氣的 其實在整個這個老城區 整個城市裡面 你聽不到太多的喇叭聲 這感覺我都還不錯 這是滿安靜的 那現在我們進到這個是 算是舊城區 舊城區呢給我感覺 它是一個非常有老味道氛圍的一個地方 我非常喜歡 當然這些所謂的老味道 來自於這殖民時期的這些老建築 然後包括滿街跑的古董車 這是在一般其他國家 其他城市 你很難去看得到的景象 我很珍惜 我眼前出現眉目的畫面 都讓我印象深刻 滿街跑的古董車 五顏六色 版式誇張 一輛輛項序精心打扮過 站上伸展台的模特兒 對許多古巴人來說 能擁有一台保養良好的古董車 是種榮耀 也是珍貴的資產 搭載旅人 為生活增添收入 朋友們來到古巴 就挑亮深得米星的古董車 當上一輝 敞紅古董車上的拉風老爺 最傳統的這個方式 就是用這個雪松木 來點燃這個雪茄 講究一點的 就絕對不會用打火機 或者有的人會用這種 直火的燃火的這種打火機 來點燃 那最主要用雪松木 是第一個它沒有化學的成分 再加上它本身的這個香味 跟雪茄 它是非常調和的 對融合在一塊的 不斷的時間 嗯 因為要讓它就是均勻瘦面 這樣抽起來才不會 上面再燃燒 上面再燃燒 它要燒的話就是整面燒 謝謝 哇 有句話說 世界上就分兩種雪茄 一種叫古巴雪茄 一種叫非古巴雪茄 可見古巴雪茄的地位 古巴是雪茄愛好者 朝聖的聖地 來自古巴的首治雪茄 甚至被評為世界上最好的雪茄 哇 很棒 對 抽一口雪茄這感覺其實挺妙的 當然在螢光墓面前呢 我們也糾結了很久 到底要不要就來示範怎麼樣來抽雪茄 但是呢 雪茄跟煙它不太一樣 最大的不同是因為煙它會吸到腹裡面 那雪茄它是停留在口腔裡 不進到肺裡 當然我們也不能說它完全對身體不害 這個我們還是要跟觀眾朋友澄清一下 不鼓勵抽煙 但是呢其實我們現在來到的地方是古巴 那雪茄是一門稀土工藝 抽雪茄跟一般抽煙不太一樣 我們剛剛說這個抽煙的人就到室外去抽 但是雪茄就是要去感受它這個香味 它會在一個密閉空間裡面 然後經過口腔 在口腔裡面感覺它的這個香味之快突出來 然後再去聞它這個味道 那雪茄為什麼會讓我覺得非常的去重視它 或者很想去嘗試它 因為一根雪茄要製成 至少花兩年以上的時間 對那我覺得這對我來說 是一個非常講究的一個工藝 所以呢 這個東西很值得我們去細細的去品味 古巴是當年歐洲人發現煙草的地方 有著五百年的種植歷史 大自然送給古巴最適合煙葉生長的陽光 泥土和氣候 使得古巴產出最好的煙葉 呼籲古巴人特殊的捲煙手藝 創造出享譽世界的雪茄 高品質的煙葉還賦予了雪茄獨特的變化 和層次豐富的味道 你感受得出差別嗎 感覺到酒的香氣有被雪茄給提上來 然後整個味蕾像是被打開來一樣 是 更能夠感受到這個萊姆酒裡面 對 這糖糖分 是 那我覺得很大的差別就是一般萊姆酒 像是我們現在喝的是純的 你喝上第一口呢 一般來說你會覺得 辣 辛辣味 嗆辣味 但是呢你抽了雪茄 它那一層煙那一層香氣 彷彿在你口腔裡面 包上了一層保護膜 所以當你在把那個萊姆酒喝進去的時候呢 少了那個嗆辣味 反倒是直接就是品到它萊姆酒 它本身裡面 就是你剛剛說的 甘蔗的這種甜味 還有這種香味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奇妙的差別 對 那當然有些人他也會選擇 在初學家的時候配配咖啡 好 據說 喝起來咖啡也會不太一樣 對 他把苦味給去掉 嗯 我覺得真的是蠻生氣的 有 對 我相信是非常興奮的 因為古巴我第一個會聯想到的 就是雪茄跟萊姆酒 在此刻 我們同時 都是品嘗到的 如果來到古巴 我會告訴你說 不嘗試 真的很可惜 因為它是一門文化 它是一門藝術 對 偶爾未知 我相信大家應該還能接受 好 OK Let's go 我們現在來了解的是什麼呢 我們來了解藍木酒 那說到藍木酒 同樣是古巴的國寶 那我們現在進到這家酒廠呢 在當地是最有名的一家 猜得出這是什麼嗎 這是甘蔗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會有甘蔗 因為我們知道藍木酒 它最主要的原物料就是甘蔗 走 好香喔 擁有肥沃土地 合宜氣候的古巴 適合種植甘蔗 15世紀西班牙人 把甘蔗引進古巴後 培養出優秀的 藍木酒、釀酒專家 直至19世紀 古巴已有千余家釀酒廠 古巴因此被稱為 藍木酒之島 這應該是他們過去 就是在甘蔗田 工作的一些器具 那早期他們種甘蔗 多半行的都是黑奴 對 對 所以人家說 這是古巴這裡過去的 甘蔗田的一些 過去的歷史 就是黑奴的鞋類型 鞋類型 對 下面呢是一個模型 那是一個蠻大型的模型 它最主要就是 蔗糖廠 運作的一個概況 讓來訪的這些遊客 都可以了解蔗糖 它製作採收的一個過程 OK 謝謝 這溫起來 感覺上就蠻甜的 這是什麼呢 這應該就是蔗糖 好 不來 十七世紀中葉 糖 從奢侈品 逐漸變成 育長生活必需品 中南美各島國的森林 被佔領殖民的歐洲各國 砍伐殆盡 改種甘蔗 原島上著名 日益減少後 蔗糖業者 從非洲 將黑奴引進加勒比海 半數以上種植甘蔗 蘭姆酒是甘蔗採收榨成去後 提煉取出糖蜜 經發酵蒸餾 而得透明的酒頭 再將酒頭置於橡木桶中 燒烤 成亮 依木材不同 年份取酒液顏色 香氣和層次感產生差異 在這瓶子裡 我們有三種種植物 對 混合 最年輕的是七歲 其餘的兩種 最年輕的 對 它最少最少就是拿七年的酒 對 然後它可能 對不同的 然後可能它混到的是 更久年份的這些酒體 然後把它混在一起 但是它對雞酒 最基本的最少七年以上 對 對 其實這種混酒的過程當中 最主要是要讓它這一款酒 就是每一批 它的品質比較穩定 所以它就是用一個老酒 混新酒的一個狀態 來維持它的品質 謝謝 謝謝 哇 其實滿精采的 我覺得這樣一個品酒的過程當中 雖然我們是品到一個 最基本的七年的酒 但是也是了解到這個酒廠 他們所出的其他幾款的酒品 那也確實呢 又很多是有年份 光是用聽的 就會讓人血脈分享 很想要嘗試 我剛剛本來很期待 它會開十五年給我們喝 但顯然的 它在七年的時候 已經打住了 所以如果想喝 就自己來買囉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哈馬拉的中區 在這裡呢 有一條街它非常有特色 叫哈馬街 那說到哈馬街呢 欸 說到這 靜音的聽 有沒有聽到音樂聲 而這音樂呢 很像是倫巴的音樂 而且它有許多非洲的元素 那這裡究竟是什麼呢 帶觀眾們進去好好的感受一下 伊連欣賞了這幾首歌 那確實讓人喜脈膨傷 他們的音樂呢 充滿了生命力 非常的澎湃 而且呢 這種氣勢啊 是一鼓接著一鼓的 就很像呢 這海浪一樣 這一浪一浪的打在岸上 那其實呢 感受這種文化呢 非常特別 我們現在來到這一條街呢 它是屬於倫巴社區 那倫巴社區呢 它是非裔的古巴人 它的一個文化中心 可以看到呢 在這裡的這個牆上 有許多塗鴉 那充斥了許多非洲的一些文化色彩在裡頭 說到這個社區 為什麼有這麼多非洲的一些元素 在四五百年前呢 來到哈瓦那 當然不僅僅只是殖民勢力而已 當時呢 這個地方急需建設 所以引進了許多黑奴 而這些黑奴都來自於非洲 黑奴來到這裡呢 他們來這邊工作 卻是受到許多不平等的待遇 所以呢 在心情上 加上他們思相信切 所以呢 他們拿所有的情感情緒 只能找出口來抒發 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藉由音樂 在當時呢 他們會唱出坑出 他們內心中這種澎湃不滿的一些情緒 在這裡呢 表演者呢 在每個禮拜天的下午時間 他們都會在這邊表演 那最特別的是這個歌者呢 甚至會把他們音樂錄製成CD 並且呢 幫著貧窮的學童們來募款 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古巴倫巴舞 最初是從哈瓦那 與馬坦薩斯等程式中 鄰近港口和平民窟的邊緣社區 開始發展 倫巴舞的表演中 包含歌唱、手續、拍手、跳舞 以及特定的具體語言 一般使用打擊樂器 甚至是從家中帶來的簡單器具伴奏 這樣的舞步歌曲能激發人心 將人們連結在一起 在古巴的家庭與社區內 透過模仿的方式 淡淡相傳 這是信仰 你製作金錢 我製作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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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他說這個地方呢 可以許願 那這相信是來自非洲的一種宗教的一些信仰以及儀式 好 那也是 那這地方很細緻 因為 不然是在這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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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歌劇 那一個影響 你看那 這地方非常細緻 因為 我认识了 好好好 好好 好好